这是宇宙帝王弗里萨的终极形态 战于深不可测 仅凭一击手炮 竟然要把武汉秒掉 接着遇到死亡光线 悟空只剩下半条命 弗里萨决心毁灭地球 他将能量举与掌心 还能把动权力一击 地核瞬间被击毁 整个地表直接四分五裂 一通大爆炸后 地球便不复存在 78亿人类命散黄泉 地球该怎么重建呢 本期悟空将大战黄金弗里萨 自从贝吉塔跟随维斯 去神树心修行后 悟空就天天盼着要去 但琪琪坚决反对 因为午饭呢 有个女儿叫小芳 悟空得做个好爷爷 怎么能每天打打杀杀呢 这天不把琴维斯来地球吃美食 悟空对他一顿死缠烂打 维斯见悟空这么诚恳 便将他带回神树心 就这样 悟空与贝吉塔 在神树心展开了刻苦修炼 修炼第一刻 给毕鲁斯换床单 毕鲁斯正悍然入睡 必须在不惊醒他的情况下 光速完成任务 悟空和贝吉塔换床单 两人还挺默契 总算有惊无险完成 修行第二刻 做家务 先给寓言于蔡玉刚 再去农田收庄稼 做完这些 便是修行的第三刻 魔鬼路大冒险 排着万吨重的铁块 沿魔鬼路狂奔 魔鬼路会自动消失 一旦追上两人 两人将坠入炼狱深渊 永生永世都回不来 修行第四刻 跟梅斯对待 两人占领全开 连维斯的一根寒毛都碰不着 维斯真是高深莫测 他可是破坏神毕鲁斯的师父 这一天下来 让人累得够呛 与此同时 在地球上 我们的老熟人 皮拉夫三人组 再次聚集了七龙珠 三人激动不已 从龙珠第一步 到龙珠超 经历9981弹后 总算有机会 能实践统治世界的伟大梦想 结果 就在这几股眼上 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 逼迫皮拉夫交出龙珠 否则就把他们变成骨灰盒 为了小五跟阿修 皮拉夫找乖乖听话 召唤出神龙后 小胖子取了第一个愿望 让弗里萨大人复活吧 瞬间 一堆勒高从天而降 竟然是弗里萨 他被特兰克斯切成勒高后 始终保持着块状 而这个小胖 叫索尔贝 是弗里萨的部下 弗里萨领合饭后 他就成为弗里萨军团的新首领 为了振兴军团 他转转跑到地球 利用七龙珠复活弗里萨 神龙还剩两个愿望 正当索尔贝苦思冥想时 我要一百万 我要全世界最棒的冰激凌 眨眼间 神龙满足两人的愿望 然后就跑路了 索尔贝气坏了 不过是一只词 最重要的是 还是先把弗里萨拼起来 索尔贝登上飞船 撤到外太空 他把块状的弗里萨 抛进神奇熔业里 三天三夜后 弗里萨居然就复活了 弗里萨复活后 为真情人团说的没兴趣 他只想做两件事 第一件干掉悟空 第二件灭掉地球 得知悟空击败了魔人不殴 弗里萨大为吃惊 悟空的进步 大大出乎他预料 但他丝毫不慌 只要我再修炼四个月 导致一百个纵空 也不是我的对手 很快四个月转瞬即至 弗里萨带领小弟杀入地球 找悟空算账 谁知悟空并不在家 那就拿同伴开刀 弗里萨第一眼就认出克林 所有反派都知道 干谁都不要干克林 因为克林是悟空最好的朋友 当初的弗里萨 当着悟空用面 将克林干掉后 悟空一怒之下 才变成了超级散人 如今的悟空远在天际 弗里萨抓住这个机会 出动18名超级战士 群殴克林 克林的战力 虽然不如悟空 但却是最强的地球人 对付这些NBC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一招格山法牛 直接绕倒一片 接着四成一招 天降整地 完成团灭 弗里萨大为进京 多年不见 咋都这么牛呢 那我就换个人走 弗里萨派出牛人 战午饭 牛人招腿腿前开 直接将午饭控到死 就在此时 塔克马突然击手炮 竟然把牛人跟午饭 一同干掉 幸亏克林带着尖斗 不然午饭性贫忧 午饭这战力 下怀有点厉害啊 就在此时 突然有只青蛙 出现在塔克马的面前 接着一道光线闪过 塔克马的灵魂 便跟青蛙交换 此时 塔克马的真身 竟然是鸡牛队长 他还真是坚持不懈 鸡牛决心一雪前耻 午饭竟恢复气力 直接变成为超级赛人开干 一起断死去蹭脚 鸡牛直接残废 弗里萨欺诈了 他最讨厌超级赛人 一看到这金色头发 就想起了痛苦的回忆 弗里萨始终绝招 死亡光波 击穿午饭的欺惊罢卖 午饭招架不住 气力对减 顿时退回到普通形态 弗里萨发起致命一击 危机关头 彼克顶先倒下 壮烈其声 午饭暴怒 他将气提升到最大 原来午饭是在勇气呼叫悟空 就在这一刻 不把成功与维斯联系 午饭的欺 竟然传到了破坏神的星球 午空捕捉到午饭的欺 立马瞬间移动回地球 弗里萨总算等到这一天 午空满脸愤怒 这个打反派怎么老是复活 弗里萨猛烈提气 超奖的能量波 顿时摧毁整个天头 所有小弟却被他干掉了 然而这些 不大根本不重要 弗里萨进化到终极形态 要跟悟空心脏就像一起算 意外的是 悟空只用普通形态迎战 两人一番机战 打得不分泊中 悟空有点差异 弗里萨虽然是终极形态 可他支持出10%的战力 弗里萨也很惊讶 悟空的普通形态居然能这么强 热身运动结束后 悟空决定速战速决 他将气提升到新境界 赛亚人的新状态 超级赛亚人之蓝 战力提升千万倍 弗里萨唧唧震惊 弗里萨直接开赶 尚不出了一次铁拳 没成想 却被悟空完美接下 无论他怎么使劲 都争夺不开 就见弗里萨爆发出所有的气 金色气息 顿时亮入激光 一道刺眼的金光过后 弗里萨竟然进化到了黄金形态 这是他苦练四个月的成果 黄金弗里萨 悟空振奋不已 两人展开激战 赛亚全队魔王拳 双方全都受到巨大的冲击 弗里萨果断拉开距离 疯狂丢火焰炮 悟空则以激光炮反击 战况陷为焦灼 悟空果断指出 神气龟派起攻 弗里萨立马用光沙炮回应 两波能量对在一起 谁也占不了上风 同一时刻 卑斯与毕鲁斯赶到地球 两人可不是来当拉拉队的 布玛立刻挑出 伯勒牌的冰激凌 毕鲁斯一场 顿时爽到怀疑人生 今天必须给伯勒点赞 当弗里萨看到毕鲁斯 顿时要吓尿了 毕鲁斯让他放手打 破坏神永远保持中立的 弗里萨顿时燃起斗志 一击重拳 外加一招冲天梯 就将武功击飞 接着他又闪现上去 不上一击手刀 双刀一挥 直接驶入大招 超级核弹 悟空承接不住 顿时撞向地表 竟然动弹不得 这番交战下来 悟空发现弗里萨一个弱点 这个弱点 连弗里萨本人都不知晓 悟空当即调整战略 任由弗里萨随便进攻 他绝对不还手 弗里萨火力全开 对悟空一顿毒打 他图定自己必将能战胜悟空 然而到了危机关头 弗里萨卷打不动了 而悟空呢 一击破甲拳 直接将弗里萨吹翻 弗里萨气喘吁吁 他的气已经彻底紊乱 正在急剧下滑 这正是他的弱点 他还没有完全掌握 变成黄金形态的要领 弗里萨跪倒在地 气得吹爆地表 又一次败给悟空 他非常不甘心 见弗里萨进去崩溃 悟空退到普通形态 他再度选择 放弗里萨一条生路 等你变强以后 在一绝高下 结果 谁都没有料到 一道死亡光线 直接贯穿悟空的腰子 悟空顿时一头再倒 弗里萨大笑起来 你真以为我没有后手吗 原来 索尔贝拿激光枪 偷起了悟空 这枪啊 应该是宇宙中最先进的枪 悟空重伤倒地 那么接下来 就由贝吉塔机关战场 贝吉塔一气大脚 赶紧将弓踢给克林 太大意了卡卡罗特 弗里萨还想不到 贝吉塔一个闪现过去 随手一打 就将这波攻击 反弹给了索尔贝 索尔贝当场领了盒饭 多亏克林 还有最后一颗闲斗 悟空这才没有生命危险 贝吉塔也变身成 超级赛亚人蓝的状态 弗里萨吓尿了 贝吉塔这股气势 可不比武功弱 弗里萨疯狂丢炸弹 贝吉塔随手一针 各这演杂技呢 贝吉塔火力全开 这得弗里萨只喊爸爸 愣是把他摧毁了终极形态 贝吉塔不像武功那么心战 要给弗里萨致命一击 一点细胞都不留 然而 弗里萨被逼极了 竟然来了一招密新爆弹 就将地球的核心摧毁 刹那间 都将击穿地窍 全世界都沦为火海 随即 地球变化为宇宙尘埃 幸运的是 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维斯保护下来 这自然是毕鲁斯同意的 随后 维斯发动了时光逆转之处 时光顿时退回到 地球爆炸前三秒 必须弥补刚才的错误 武功抓住这个机会 释出全威力的跪拜奇功 直接灭掉弗里萨 再次拯救地球 贝吉塔很不怨 怎么每次到关键时刻 总是你来当英雄呢 而毕鲁斯呢 身为破坏神 竟然主动会帮地球重建 这可不多见 大战之后 还有两件事要处理 第一件 向神龙取愿 让比克复活 第二件很关键 那就是吃美食 任何事情 都比不过天保肚子 这一点 悟空跟毕鲁斯大乘一致 然而 更大的阴谋 黑暗悟空即将来袭 本期一完 本篇是龙竹超 第17到27集 本期问题 你觉得 弗里萨会变成好人吗 觉得会得扣3个1 觉得不会得扣3个2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直播了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 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